台北市8万6千多数违建 5万6千多件是被列管不用急拆的 寄存违建 我们就违建 这也不应该嘛 我们并不是说绝对不能拆 但是你要看 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 不合法 但以往20多年都不用拆 现在需要翻案 真能办得到吗 你预算都没有编 然后你告诉大家说 我要拆违建 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过去陈水扁当市长一直特设令 台北84年前的寄存违建 除非恶性重大 不然支列管不拆除 以目前要件得是隔间 含三间以上 占用逃生动线被消防单位查报 寄存违建才有可能被拆 像这种营业性的餐厅厨房 或者是屋顶上的违建 如果隔成三间以上居室 或是两间 搭设两个楼层以上的违建 都可以列入专案来处理 如今现任市长柯P又放话了 这次他说不管因不影响安全 都要把台北的寄存违建全拆光 但比例上旧违建占了6成5 市民直呼 这怎么可能 更早还传出柯文哲动了度 要公布违建官说议员名单 让市议员也听不下去 你看像这样他就是把它围起来 然后变成就自己在家 爬上大厦顶楼 不是预期的空地 而是一栋栋小屋 屋外还划设小小庭院 这些都是顶楼家盖 里头该有的 一样都不少 就是一房一厅 然后还有一位浴 然后又有一个这么大的厨房 跟阳台的空间 但最玄妙处在于 这栋顶家的贴砖 几乎跟大楼融为一体 看不太出来是增建 方众透露玄机 这栋既存违建 很可能当初竣工 先向政府申请使用执照 接着建商再偷偷的二次职工 弄得跟合法建物一模一样 很多都会是在交屋前的时候 跟那个消费者讲说 我到时候会这样设计 所以我就是做好之后 二次施工之后 然后再交屋给你 违建就是这么凭空长出来的 五主建商向方设法钻漏洞 图的就是让房屋充值 卖个高档价钱 以前的政府规范 没有这么严格的话 甚至你有顶价的话 你甚至可以多 一瓶多五到十万 不等 但民众买屋 尤其二手的 就有可能踩到违建地雷 首先要比对实体 跟权状上的空间是否一致 若没把握 最后找有规模的公司购房 业者都有告知欲物 现在内政部有规定说 一定要提供不动彩说明书 给买方看 那在那注意事项里面 他就一定会写说 我阳台的部分是有外移的 还有我的夹层 它是属于违建的 但寄存违建 该不该部分情节一律拆除 依旧是个棘手问题 位于寸土寸金的信义区 这座社区里的积存违建 就让离上相当不满 本来它是一个 法定空地是空的巷子 实地去看 这家店面原本是公寓的 法定空地 所谓的法定空地 就是受限于鉴壁率 不能全盖满的机翼面积 当初这处空地 被住户扩建成店面 近期内更因为漏水动工修缮 遭到离上不满抗议 可登门求证 老板却大喊冤枉 独发局那个什么证管处 都已经来查过好几次了 这个个案据我所了解 是消防局 并没有说它妨碍消防救灾 所以我们不会去 把它列为专案来执行 一个寄存违建 就弄得住户鸡犬不宁 更染上老名的色彩 真要全拆台北市的人力跟兴配 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现在在执行违建拆除的人力 是编制是63位 那另外我们一年的违建预算 拆除预算费用是800万 所以在执行有一定的能量 违建在地窄人筹的都会区 变出魔术大空间 难怪业者屋主会不断释法 旧的产出不完 新的又冒出来 若是新旧全拆呢 所以是这样 我们不要为了拆 又知道更多问题 所以我们去执行违建老师 我叫那个建管 就是要你完整计划 他们到现在 我都没看到计划你上来 话是说说呢 还照展现公权力绝望 面对选票 政府人力不足双重夹几 当疫情热度退烧 问题解决了吗 还是只剩一场政治口水大秀 感谢观看